我觉得还真可以好好玩一玩大话西游 因为在这个大话西游里面 关于钓板印刷的板块 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迎罗汉 我不知道这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在真实的历史上 钓板印刷的出现 很可能和罗汉或者佛经 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是因为现存最早的钓板作品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佛像 是用钓板的方式雕出来 印在上面 好 通过萨素老师的介绍 是不是大家对钓板印刷 更加感兴趣了呢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从《华生寺》说起 二位法师 咱们就此别过 三日后水路法会再相见 玄奘法师请留步 我等还有一事相求 请法师一定要答应我们 事不相瞒 因俗事缠身 我等恐怕参加不了水路大会了 我们想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给我们一千册经 或者五百册也可以 我要带回国去 传经不道 可是三日后的法会 我长安城的百姓也想人手一份经书 所以二位高僧所说 借走这么多本经书 恐怕 不知法师要准备多少套经书呢 我长安城有一百八十五万人口 会来一半 那现在已经有多少册了 才区区几千册 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唐朝当时对外的这种文化交流 是非常繁盛的 有的时候还会借助于 比如四僧的帮助 像唐玄奘 他本身就是和尚 但是他实际上 在中国整个对外交流之中 当时起到了使者的作用 那么当时到中国来的使者 有什么样的呢 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有日本的遣唐使 也有从南领国来的 这样的外邦之人 那么他们派的人到了长安 也是来向唐朝来学习的 当时这些使者 有的是到中国来的 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派人出去 其实他们不仅是政治使节 他们也把当地的一些 经济和文化有意思的东西 他们的精华带到了中国 与此同时 我们中国也派人出去 一方面是派人出去学习 比如说玄奘 玄奘当时就到所谓的大雷音寺 到这个地方去求取真经 去学习新的这种文化的内容 把它带到中国来 这样就形成了西游记的传说 这还有几十万册 我什么时候能抄完呢 就算长出三头六臂来也抄不完呢 我说 你抄多少了 我怎么又忘了 我又跟他说话 他听不见 你说这抄精就够烦的了 还给我拍一个又聋又哑的 想找人聊聊天都没办法 我说话 你 你 你饿吗 饿不饿 渴不渴 困不困 累不累啊 跟你说话怎么这么费劲 你呀 你先抄 你先抄 你先抄京 我 我 去那边 我要 我要睡觉 睡觉了啊 我睡一会儿去 我知道你这意思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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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好 我明白了 那屋都是荆书 你不让我带着这个烛火 去荆书那儿 怕着火 好 怕着火 我知道 你都知道我能不知道吗 一会儿啊 我睡觉前 一定把这烛火给吹了 我 你 你 这大兄弟还挺死心眼的 我超惊了 我超惊了 幸亏你听不见哪 我歇会儿去吧 啊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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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诚心的 救命啊 你干什么 你不就是让我抄惊吗 我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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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我手上都是摸怎么抄惊啊 怎么了 我把手擦擦 我擦干净了 我得 是 这张纸废了 我擦干净了 我这就抄 我我我承信 你干什么去你 我怎么又跟他说话呢 他听不见 我气死我了 这 华生禅寺 这 这不是外面 石碑上的字吗 你聪明啊 你 你拿墨 把石碑上的字给踏下来吧 我们有救了 我们有救了 我们 我们在石碑上课经 然后拿纸踏 这样就快了 你 你干什么 你不 桌子 木头桌子 在木头上课 对 木头好课 来 我帮你 来 哎 哎呀 别说你还真聪明 又是烟 又是火 又是无名的工匠 我们这个刁板印刷发明的过程 真是很费力气 实际上真的历史上 谁发明了刁板印刷 到现在也没有定论 一般看法认为 刁板印刷可能在隋朝的时候 就已经形成了 但是最早的遗物 应该是唐朝的 我们还期待着 能够在考古之中 有更多的新发现 像我们这个节目中演绎的呢 刁板印刷是由石碑 踏碑来发现的 有没有这种可能 很有这种可能 这是因为在唐朝初年的时候 发现了一批很特殊的东西 这批物证至今还保存在 故宫博物院之中 那就是秦朝的石骨 上面呢就用秦朝的文字 记录了整个出列的过程 文字非常漂亮 于是大家纷纷前去踏印 就这样形成了踏碑的风潮 既然是唐初的时候 发现了秦朝的石骨 会不会就是那时候的人 从踏碑开始产生了灵感 于是呢 开始制作刁板印刷 从而使图书的传播变得更加便利 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符合逻辑的推测 以前的书只能是抄 而现在是可以印了 印的书数量大大增加 从而使文化得到普及 使我们中国的文明 又向前走了一步 参见陛下 参见娘娘 法师免礼 此次水陆大会能够圆满结束 真是有劳法师了 但是不知是何人出的点子 竟在几日之内解决了经书的难题 陛下谬赞了 听闻此法是由一名无名工匠 无意中发现的 这也是百姓之福啊 此人现在何处 朕要好好地奖赏于他 回陛下 此人还在我画生寺中 还在不断地改进这种 刁板印刷之处 相信不久 就会有印刷更为精美的经书面试 想不到我大唐竟有此能为之人 真是我大唐之福气啊 传指 除玄奘法师外 不得有人打扰这位工匠 让他好好钻研 将此技术发扬光大 好 你拿木 把石碑上的刺给踏下来了 我在木头上课 对木头好课 来 想不到我大唐庆有此能为之人 真是我大唐之福气 大唐的时候 我们不断地向外输出我们的产品 也输出我们的文化 同时也从世界各国吸取着养分 当时从国外引进了些什么呢 比如说唐朝初年的时候 服装是比较保守的 那时候女性有的时候还要戴着面纱 那么人们看不到她们到底有多漂亮 而到了唐朝中期的时候 由于引进了外国的一些服饰 唐朝的风气变得很开放 有的时候鹿碧庄也出来了 甚至有人说 又看到唐朝的景象的时候 感到是不是到了罗马帝国 那这种社会所谓胡话的风气呢 唐朝的统治者根本并不感到恐惧 相反觉得呢 可以得到更多的文化为我所用 是一件好事 那么我们当时引进了什么 胡椒是从外面引进的 三乐江这样的高级铺道酒 也是从外面引进的 这一切都使大唐变得更加繁荣 与此同时 我们的一些人员 也到国外去传播中国的文化 当时有一个特殊的小生物 也到达了日本 谁呢 猫 当时这个猫呢 是去保护佛经的 要知道那时候佛经都是手抄的 而一路上就可能被老鼠咬 一旦被咬坏 就意味着这一部分知识就没有了 到了日本去以后 天皇看到猫以后 视为天兽 实在是太萌的一种动物了 结果在日本猫的价格当时达到了 一只猫等于5匹马 所以朋友如果你玩大话西游玩到中间 穿越到了日本去 那千万不要忘了带几只猫去贩卖一下 感谢观看